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色列众人看见 就在扑石地俯伏叩拜 称谢耶和华 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 索罗门王用牛二万二千 羊十二万献祭 这样王和众民为神的殿行奉献之礼 祭司势力各共其职 立位人也拿着耶和华的乐器 就是大卫王造出来 借立位人送赞耶和华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祭司在众人面前吹号 以色列人都站立 索罗门因他所造的铜坛 容不下梵祭 素祭和汁油 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 分别为圣 在那里献凡祭和平安祭生的支油 那时索罗门和以色列众人 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 首节七日 第八日设立严肃会 行奉献谈的礼七日 首节七日 七月二十三日 王遣散众民 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索罗门 与他名以色列所施的恩惠 就都心中喜乐 各归各家去了 索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 在耶和华殿和王宫 凡他心中所要做的 都顺顺利利地做成了 夜间 耶和华向索罗门显现 对他说 我已听了你的祷告 也选择这地方 作为祭祀我的殿语 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 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 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我必睁眼看 侧耳听 在此处所限的祷告 现在我已选择这殿 分别为圣 使我的名永在其中 我的眼 我的心 也必藏在那里 你若在我面前 效法你父大位所行的 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谨守我的律例典章 我就必兼顾你的国位 正如我与你父大位所立的约 说 你的子孙必不断人 做以色列的王 倘若你们转去 丢弃我只是你们的律例诫命 去侍奉敬拜别神 我就必将以色列人 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 拔出根来 并且我为几名 所分别为圣的殿 也必舍弃不顾 使他在万民中 做笑谈被讥较 这殿虽然甚高 将来经过的人 必惊讶说 耶和华为何像这地 和这殿如此行呢 人必回答说 是因此地的人 离弃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 去亲近别人 敬拜侍奉他 所以耶和华是这一切灾祸 临到他们 或许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